目前测试的是M2U的设备 我们今天会很忙做了很多的设定 第一个我们在浏览器上已经可以正常执行Squatch 2 那我们已经把Flash解决掉了 那我们也可以在上面执行Microbit 那我们现在做了一个 人我猜人加上yes加上一个箭头的符号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好我们已经Squatch 2已经跑起来了 更多移目这是网页版 那这一个 microbit的档案 已经下载在download这边 那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那我们把microbit的线 插到 你的USBport去 你会看到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我们预设的图形是不一样的 我们确定 当microbit插进去的时候 我们的设备上面就会有一个 相对应的资料夹 也就是磁碟机 对应在这里 我们只要把 HES档传上来 那他就会自动 把它烧录到microbit 设备里面 我们看得到好 现在火柴人出来 yes出来 所以 那MRU是现在这个系统 已经可以执行 这两个 第1个microbit没问题 Squatch 2.0的 网站也可以跑 再来我们来执行开放硬体的 开放硬体的设备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那我们现在接的是 Arduino的设备 把Arduino设备接上去 好 那我们设备已经新增 我们执行 S2A S2A 我们是 340的晶片 自动烧录硬体 开启Squatch 是本地端的连线 好 配对成功 那我们在Arduino的作业系统里面 目前 已经可以正常的执行Squatch 2 这个离线版的程式 这已经出来更多积木出来 绿灯亮了 绿灯亮了 表示正常可以执行 数位脚位出来 13 设定为输出 设定数位脚位 线灯亮了 线灯亮了 13 一个是0 一个是1 事件起来 重复自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到 我们的设备在 狂闪 13个 这个LED灯 矿闪 那如果我们把 它加进来 闪的话是1秒钟 那我们可以执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现在 我们的计目是 中间差了1秒钟 所以我们的 LED灯也就差1秒钟 这Squatch 2 在AM上面 执行离线版 已经没有问题了 再来一个是 再来一个是我们要执行我们的 Squatch GPIO 那我把 一样Squatch GPIO接在 11的角位 GPIO 第11那里 那我们开启范例档 GPIO Sample这个档 那我们Squatch执行GPIO的时候 在侦测里面 那我们就会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的角位可以用 那目前是用PIN11 来做 所以我们一执行 PIN11的时候 那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LED灯在闪 好的所以Squatch GPIO 也解决了 所以目前这一半应该 在执行 开放硬体上面 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 那目前用的是M2U的 板子 所做的系统 我可以试都解决了吗